哈囉 大家好 我是林冠 健康好生活有YouTube的官方频道 大家记得要赶快按订阅 接着下来 泽松师傅也要分享一个健康好料理 师傅今天要用麻油来烧这一个海露豆腐 对 海露豆腐 我们锅中加入一点黑麻油 那黑麻油我们在爆香的过程当中 我们就不要太高温 所以油一下 我们先把我们的鸡胸肉先下锅 好 我们鸡胸肉有腌制吗 有 我们稍微腌制过一点点的底味 我们加入一点盐巴 然后一点点的这个胡椒粉 还有太阪粉 还有鸡蛋 稍微让它抓腌一下 因为我们今天要做的是会的一个口感 所以我们一开始锅中的温度 不要让它太高 这样子外面会比较容易硬 会比较容易硬 所以我们就慢慢的把它再锅中 它温度慢慢上来 我们把它搅拌 把它剥开来 好 而且这一个油温不要太高 麻油也比较不会有苦味 有些人烧那个麻油鸡烧到后面 就是泡泡泡泡泡泡 可是那个喝起来是苦的 对 喝起来是苦的 然后当然它油也相对的 也相对被你煮到都变质了 那其实反而它的营养素 都被你破坏掉了 反而不是那么的健康 那我刚才问了 在腌制的过程当中 最后要下锅之间 我会倒入一点黑麻油 跟我们的这个鸡丁搅拌 这样你看我刚才在剥开这个鸡丁的时候 它就非常快就把它散开来了 好 因为鸡丁 鸡胸肉 其实它本身并没有带油脂 对 所以你等于是在腌制的时候 给它加一点点少量的油脂 让它周围均匀的沾附一些 对 没错 那就比较容易炒散炒开 对 然后而且它香味 也可以让我们这个鸡胸肉有比较 因为相对没有油脂的 它就没有香气 也可以让它吸收这些麻油的一个香气 那炒到像这样子呢 有看到有一半都已经变白了 半熟的状态呢 我们就可以来加入我们的其他的海鲜料 好 我们可以加入我们的干贝 好 我们今天都让它切大小比较接近 对 虾仁跟蚵仔还有豆腐 然后先给它下锅 这个要拌炒的我们先让它下锅炒一下 但虾仁跟这一个干贝都是容易熟的 今天搭配了蚵仔也是容易熟的 然后师傅搭配了两个蔬菜 一个是玉米 一个这个是四季豆吗 四季豆 没错 一样把它切丁吗 一样把它切丁 让它的每一个口感都是比较一致的 然后你看我们海鲜下去 它的麻油的油脂 都被这些海鲜所吸收 你看我锅中是非常干净干爽的 但是我们又保有那个 麻油的香气 然后让它锅里的温度慢慢的去增加 那你这时候你会看到说 我们的虾仁 它慢慢接受它温度的时候 它会转红 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这个 蛤蜊 蛤蜊先下 好 蚵仔跟蛤蜊 今天师傅是海鲜准备的 非常的营养 对 有蚵仔也有 这一个是 另外一碗是蛤蜊已经先烫过了吗 对 还是蒸煮过 这个先蒸煮过 电锅煮过 那个蛤蜊肉 我们把它挑出来 然后把它肉举出来 就尽量不要带壳 然后下锅给它拌炒 你这一锅是超级高蛋白 对 很丰富 一锅 然后就可以配一个白饭 也可以让盖饭 烩饭都非常适合 然后这时候呢 我就会呛入一些米酒 好 这米酒里面 我有泡一些枸杞 好 我们让它稍微煮一下 我们这个玉米粒 因为要煮的时间比较久 我们可以先下 好 好 让它拌炒一下 师傅刚刚把这个 我们其他的食材 包含了高汤 对 我把高汤 通通都下去 高汤下去呢 这时候我们豆腐可以下来 好 我们今天选用的是板豆腐 它比较容易吸附 这整个汤汁的一个味道 跟口感 然后跟我们的四季豆 好 一样让我们所有的食材 让它焖熟 对 然后这时候我来调点味道 然后我们加入少许的糖 好 少许的糖 少许的盐 盐 还有胡椒粉 好 基础调味之后 我们一样盖上锅盖来焖煮 好 同时间师傅的这一个 这一锅也会好了 对 它已经滚了 那味道调好了 我们就加入少许 适量的太白粉水 让它更有一个饱足感 更滑嫩 然后我们就加入适量的太白粉水 给它勾个芡 让它有点稠状 那我们就来上菜 这时候师傅这道料理 其实它有非常丰富的蛋白质 而且它玉米 这种健康的淀粉也有 其实我觉得它可以直接当一餐 而且用这种 有点凉的天气加麻油 整个它的汤头非常的鲜甜 我觉得其实对于 想要保持健康又怕胖的人 这道料理其实健康又营养 那我们其实秋冬 大家知道我们就是可能因为暖了 你就会想说要吃一些温补的东西 那临床上其实很多人对于麻油 他有很多的疑问 会问说我这个时候可不可以吃麻油 那其实有几个状况我们比较常见 第一个有人会说 吃麻油喉咙会塞起来感冒的时候 那到底可不可以吃 其实麻油它是这样 它是属于温性的东西 所以我们吃东西感冒还是要我们